继续,我们《黄中十二绿旅》 这个是古代的音乐非常丰富的一次足够了 那么又产生出六十种音了 这就是《纳音之音》 古代的乐经失传了 天文学家沈库 他就说同位娶妻哥娃生子 具体怎么回事,去看我的乐论也是反了 古代天文学家都是通过书书啊 这些都是精通的,这才叫大道 这才被称作家 那么我们只能去这样推 还有一些异流 再不行,只能闲人传,梦人传了 睡觉,静坐当中有人告诉你 那就知道,没有 那你就不到时候 造化未到 但是这些东西啊,我们不用去太担心 一个是把它更好的发挥出来 不断的传承 所以说,遗失的那些啊 这个燕地红爪,血泥红爪 燕过流声,总会有痕迹 呃,这宇宙当中 全都是阴阳这些东西 你看这个绿铝 就是一阴一阳 先阳后阴 这个绿就代表男,铝就代表女 那么这个子代表男,铝代表女 子丑 是一家,这叫同位 取妻 为什么 这个一共是十二个地址 你单独看 是阳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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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阴 那为什么这样呢 还是有道理 再拆分 就是这个绿的奇数个第一个 铝的奇数个第一个 这叫阳尘 第二个阴尘 第三个阳尘 也就一二一 古代没有基有数啊,就是阳属阴数 所以 这就是同位取妻 同位取妻 同是阳尘 同是这一对利率 那么 付长付随 你即使你克林顿 这媳妇儿希拉里 你也得叫克林顿希拉里 你也得叫克林顿希拉里 你也得姓克林顿 那么 对中国更是如此 人间如此音乐也是如此 万物大道合一 所以这个 就是叫众 因为它是十一月开始了众 五月这也是众 梦记 众生梦生记 这个图怎么用呢 这个图怎么用呢 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再说完这个 鸽巴生子 人类怀胎 多少天 至少 要八个多月 到 十个月 不到 八月到十月之间 那 那当然一些特别人物 古代那个神话 或者是特别特别的人物 我们不论 所以凡人 那么 这个甲子一筹 海中间生这个 人参归有肩锋金 隔了几位呢 从十一月 这是一个月 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不到十的时候 它一定是生出来了 最晚从头到尾也是生的 最宽的呢 就是八个多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十个月三百天 八个多月是二百四十天 你再早 那就早产 非自然因素 那不能算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玩的 下集课再说